英國十號新增了死亡一百四十六例 是三月以來的新高 新增確診案例 一共是有兩萬三千五百一十例 比上個禮拜微幅增加 而慶幸的是 全英國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三的成年人 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種 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 十號訪視新市政 米爾頓凱恩斯的一所醫院 當天英國通報過去二十四小時 新增死亡一百四十六例 是三月十二號以來 新高 主要是上個月疫情升溫 當時染疫的病患 如今有部分不幸死亡 過去一週有六百二十二人染疫病故 比前一週增加百分之十四點八 相較於一個月前 也就是七月十號 所通報單日三十四人死亡 不難看出死亡數暴增 不過也拜積極接種所賜 目前全英國已有超過四分之三的 成年人打過兩劑疫苗 當局計畫從九月開始提供醉意為族群追加疫苗第三劑 五十歲以上的人接種的同時 也可打季節性流感疫苗 確診數方面 最近幾週的平均每日新增確診下降 不過十號當天的統計數字 相較於七天的平均確診數增加超過百分之七 也因從染疫到發病 甚至死亡需要一段時間 死亡數尚未被反映出來 由於先前曾經預測 如果沒有控制好疫情 恐怕出現單日新增確診超過十萬例的大爆發情勢 當局目前嚴密監控 公視新聞黃远玲 有機器人